如果我去一個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像洗衣機的電梯 我會做什麼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是來研究共享探測的嗎 認識新鮮的朋友 穿一些奇怪的服裝 你試過這種嗎 這是什麼 還是只和你一起同行的朋友在一起 好像每個男的都比我高 我現在就在一個我從來沒有來過的地方 馬樓 原本就是 Izzy Samo 这是我在德国喝的第一杯咖啡 如果我去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会在那里做什么 首先我会选一首歌 还蛮喜欢的一首歌 然后我就会在整个旅途当中 我就会一直重复的听这一首歌 这样就可以让我存留那个记忆在这一首歌里面 前这里有一点像布克林的感觉 我觉得去到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带着耳机 重复重复又听着一首同一首歌 然后这一首歌就会给你一种像一种记忆的感觉 就是你在听过这一首歌的时候 它就是那个moment的一个记忆 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小公园的地方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公园是 这个公园应该是我明天早上起来跑步的地方 哎呀 你们起来跑步吗 你觉得是我们像起来跑步的人吗 不知道啊 还是得问一下 还有第二件事情 其实我只有两件事情 那就是早上跑步 一定要出去跑步 Let's go 我现在跑步 我这里的天气还不错 那也不是很冷 气温刚刚好 我真的跑步跑到了这个公园里面了 让我看一下这个公园 不能少的 当然是一杯咖啡了 喝了一杯咖啡 跑一个步 然后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的开心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记录什么飞机里程 什么什么别的里程 我只记录我的跑步里程 然后在一个很傻逼的 Nike的一个APP里面 这就是我NikeAPP 蛮久没打开的 769公里 我总共跑了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就是我去不同的地方 我都会跑 还有这里有一双跑步鞋 是陪伴我跑了很多个 不同地方的一个一双鞋子 所以我每一次出去的话 我都会戴上这双鞋子 然后脚上跑 了解一下 周围的neighbor food 就是这样的 附近是有什么超市 这其实是另一个探索 同时你又能运动 所以总结一下吧 其实我去一个地方 就是我会尽量的 让自己留下一个回忆 在那里 我就会像那几个旧相册 然后呢 我们翻开来看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一个道理 我听起那首歌 我就会想起那段时间的一个回忆 OK 我想这就是我去一个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我一定 我应该说我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就是这两件事情 然后就这样吧 Peace 这个热水器吧 这样找到的一样非常神奇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即时的 格式的小馄饨 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没有啊 没有比较贵啊 249啊 你再挤一次来看一下 就是henry很喜欢的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酸辣椒 介绍一下吧 让你口水淋不下来 你们不想试一下吗 真的很牛逼啊 不想不想 不辣的 不想 几次的不会想吃这个东西 我不会想吃 对的劲 好难吃啊 根本我已经买了好 诶 很奇怪的味道 可以吃辣的 好生的辣椒 我以前吃的好生 那个是 没有这个辣 但你这个要再买一次 现在在香港的机场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 我之前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 然后到到达那里的时间 应该是中午的时候 对 朋友他们已经去找了东西喝了 我想去找一下他们 好像哪个早餐 我突然间拍起来 是因为我开了鸡子吗 我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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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喝果鸡 郑叔你喝什么 我喝咖啡 你喝咖啡 你喝咖啡 我能睡的 我从小到大了 因为我玩游戏比较烂 所以我从来都不玩游戏 我不玩游戏 我不玩游戏 我真的不玩游戏 就是大家在玩什么梦幻戏 有什么这种网游 我从来不玩游戏 不玩游戏 我想说一下 我跟你们是完全是另一个风格的人 我是十七时代的高中 但是 结果一个人是开五个账号 开一个队跟人家打的那种 我不开挂的 然后我还花三百二千 买那个抽的那个卡 然后我突然之后 发现原来老板他是有招的 是可以把那种什么暴龙给抽走 然后我就不玩 这是什么 我记得记忆中的 我玩的最后一款游戏 就是 泡泡糖 好 那这一刻我们进入了游戏的时刻 我十一七二五 说回广东话好一点 因为现在在香港机场 过年 不知道广东话叫什么 广东话叫什么 我不知道 过年反正要去 然后 这次是一个最去旅行的一个 我觉得不妨去 说一下 我现在在做什么 一瞬做什么 或者即将要做什么 好像一个游记 大家可以知道 OK的 我觉得这次德国的旅行 应该挺好玩 好像我说广东话 整个 整个广东话的节奏 都流利一点的 是不是以后都要说广东话 那我们要打字幕 都是想回普通话好一点点 我觉得普通话我不用打字幕 OK 等下起飞了 然后这个飞机太窄了 不拍了 不拍了 拜拜 我要测试一下我这台相机的 人脸对焦技术 我不知道对不对 能打焦 Hello 所以这个人脸对焦技术 不知道好不好 到底是对我呢 还是对后面的一群美女 OK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着转机 我们现在在一个 一个叫多哈的地方 等一下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就上飞机 35公分 OK 我手表的事情 还是在深圳的时间 就准备租车 然后离开这个机场 然后他们在租车 然后好累啊 因为坐了很多个小时的飞机 换了个国家不会开车 不住驾驶工 我发现德国还是挺多书店的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点灰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点灰 帅 对啊 我觉得那个break看得很爽 这个就是我们叫的东西 这个怎么吃啊 对啊 对啊 对啊